诶 这里是不是傻了很多东西 很高兴看到你们能回来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问 但还是让奎可先为你们检查一下 处理深渊力量可能留下的影响 你们能回来真的太好了 火神大人把这件事和我说了之后 我就马上过来待命了 各位先坐下来 我来一个一个检查 好了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不过保险起见 几天后我还需要复查一下 不过这位旅行者的情况我也闻所未闻 似乎对深渊力量完全免疫 以前他在这方面就很特殊 擅长进化深渊力量 嗯 这么一说 我好像也没感觉到深渊的影响 在眼下这种情况 你的这种特殊能力大有可为 那我先走一步了 还要去其他病人那里 谢谢你 妹妹 行了 就算观念上有分歧 但谁都没有恶意 就交给时间吧 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嗯 好了 有太多的话题 我们先从哪里说起呢 啊 你们也见到了吧 夜神之国的惨状 我就直说吧 纳塔马上就要毁灭了 他的寿命很可能不足一年 不 不会吧 没错 但这件事一直没有公开 只有在拯救纳塔计划中的少数几人知晓 这个毁灭的倒计时并不是近期才开始的 而是从五百年前的深渊灾难延续至今 之前马拉尼也和我们提到过 嗯 那时候所有国家都遭到了深渊的入侵 纳塔本就不存在像其他国家那样稳固坚实的地脉 所以受入侵的情况也是最严重的 那是一场旷日持久 而有无比惨烈的战斗 纳塔以牺牲生命与文明的代价 终于获得了胜利 我们又花了几百年时间 解决深渊引起的灾难 获得了今日的和平 但这些只是表面上的胜利 其实深渊的力量 只是被重新赶回了地下而已 也 居然是这样 夜神之国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因为那就相当于是纳塔的地脉 我们推算出 距离夜神之国彻底深渊化 最多还有五百年的时间 但在那时 随处都是家破人亡的纳塔人 他们不再相信胜利 也不再相信未来 文明寄进断代 信仰也分崩离析 大灵的力量也无以为继 如果不能将纳塔重新凝聚到一起 击败深渊 只是无稽之谈 所以 神明与各部族英雄商议许久 最终制定了长达五百年的 拯救纳塔的大计划 原来是这样吗 在找到卡奇纳之后 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影 他给了我很多 本来不属于我的记忆 其中提到的就是这个计划 我被选择了重要的一员 但我不理解的是 我在记忆中看到的火神 为什么就是你呢 什么 等下 火神是人类对吧 人类怎么可能活这么长时间 没错 人类最难超越的就是时间 或者说寿命这个概念 可能对于魔神来说 一些神力或者诅咒 就能做到延续人类的生命 但众所周知 纳塔并没有这样的存在 我们只能靠自己想办法 生命就像一团终将燃尽的火焰 我在五百年前 就把生命存入了圣火 在过去提前死去 才能在现在再次醒来 简单来说就是 第二次生命 是的 当年正是因为不足团结合一 才能击退深渊 那么为了确保在五百年后 纳塔与深渊能有一战之力 接下来的火神 就必须复兴被摧毁的部族 复兴部族是为了把人们 重新凝聚在一起 让那个部族的大灵 重新恢复力量 而作为完全复兴的证明 大灵会选出一位英雄 表明部族已经做好战争的准备 就像五百年前 那些伟大的英雄 站在我身边那样 所以 我就是那个英雄 是的 你所拥有的古明 和五百年前代表流泉之众的战士相同 一为团结 相信在夜神之国的冒险之后 你已经完全领悟了古明 所蕴含的意义 也就是说 你之前就知道大灵会选谁 按照计划 我苏醒的时候 所有部族都已经完成了复兴 可是计划出了意外 六位英雄 虽然获得了五百年前的六个古明 但有关计划的情报 都没有传达给他们 原因还是夜神之国的恶化 圣祸和大灵的沟通受阻 就像黄昏师 没办法把卡奇纳带回来一样 嗯 这也是深渊力量采取的手段之一 他虽然没有智慧 但从来都不好对付 想让信息重新联通 只靠我是不够的 古明的持有者 也必须表现出和这个古明的契合度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就一直在试图帮助他们六个人 在今天之前 回生之子的西诺宁 玄墓人的基尼奇 以及沃鲁之邦的伊安山 都得到了承认 而在这次冒险后 你 玛拉妮 也顺利得到了大灵的承认 获取了古明中 来自过去英雄的记忆 但是时间已经不足一年了 是的 但是没办法 既然英雄还没有聚齐 计划就缺乏启动的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情况迫在眉睫 但我 依然无法采取行动 既然火神大人知道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这样不是快得多吗 或许吧 但那样也可能会出现反效果 由于提前知晓了使命 反而无法兑现自身的潜力 就像你想要去救卡奇纳这件事 我希望他回应的是你强烈的意志 而不是被谁赋予的责任 所以火神大人不打算告诉我们 剩下的两位英雄是谁吗 他们的契机尚未到来 提前把压力给他们 只会是一种干扰 我只能选择相信大灵的眼光 我从来不认为我能独自解决这场危机 正因为我选择了信任与依靠 计划才推进到这一步 能拯救纳塔的不是神 也不是任何一个人 是我们 你真的很敏锐 我还以为我能趁机绕过这个话题呢 啊 对 这些东西去哪了 我还是很好奇 为了保证你们一定能从夜神之国归来 就算我完全失去了力量 我也得有对策 是吧 毕竟 答应你们去冒这个险的人是我 马拉尼也是关键的英雄之一 这里的东西 从本质上来说 除了纪念品的价值之外 更重要的作用是 燃料 燃料 所以那个时候的火神大人才 嗯 纪念品中承载的故事固然重要 但它们有更重要的共通点 都是英雄们身伴已久之物 这些东西 也会在主人战斗的时候 积累一些绝竹之焰 当然 力量很有限 但积少成多的话 也可以在紧要关头发挥作用 我利用烧掉这些物品 所产生的绝竹之焰 打开了两个世界的边界 这是个相当粗暴的做法 所以如你们所见 力量一下子就用光了 但那些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每件都有故事 所以我才拉着你们到这里来 这是我无论如何 都不想让火神大人动用的力量 真的非常抱歉 没关系 幸亏你们拯救了大灵的图腾 不然夜神之国的那个区域 现在已经永久失守了 那样一来 回生之子可能很快 就会有灾难发生 至于这里的物品 当英雄们把东西托付给我 或是以前的火神的时候 就是希望他们能为 拯救纳塔做出贡献 如果他们知道这些东西 最终拯救了纳塔的英雄 那他们也会欣慰的 就算这么说 我还是觉得很对不起 大可不必 还记得我说过那个时间的话题吗 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 过去的人和事 只是以另一种形式 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如果仍然怀有歉意的话 就带着这份歉意 去为了纳塔战斗吧 你们的事迹会成为新的传说 催生出新的力量 就像曾经存在于这里的东西一样 欠了人情 还是想有点表示 既然这样 请我喝酒吧 既然卡其纳回来了 我们要举办庆功宴 庆祝巡业者战争的凯旋 不仅让你们休息休息 也能让质疑你们的人 无话可说 啊 总感觉得知了这么紧迫的事 已经没有什么心情了 别这么想 要沉住气 着急除了影响自我的判断之外 毫无意义 好了 快去吧 我随后就到 很小的时候 我就坐在温泉边 听战士们讲故事 温泉的真正意义 青春 活力 热情 多么富有朝气 多么令人向往 就算是他们闯了祸 心中的怒气也转瞬就会变成恋爱和包容 真是不可思议 马拉尼长大以后肯定是个很了不起的战士 他的身上蕴含无限的可能性 我能看出来 等我以后打不动了 我也来这里给他讲故事 给更小更小的孩子们讲故事 你也要当好你的火神啊 这样我才有更多谈资 一人也要想说 那你却不是吗 就一个粉丝 我们在这上开市 呢 我真的要不离开 你急此想到的 我记得了 你不信了 他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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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人 也不信了 他不信了 不足分崩离析 而你向我承诺 你将在遥远的未来取得胜利 若不是我几次三番和这狡猾的敌人交手 我绝对无法理解你的谨慎 我的怒火永不平息 我的力量不再为你所用 但你来找我 是因为你知道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说服我 我知道了 当今的英雄会用血与火扑下道路 你要连我们的份一起赢下来 不然 薪酬旧账一起算 不然我可不会放过你 为了那他 也就是说姐姐需要前往五百年后的未来 绿星火山的尺寺 那现在的你要怎么办呢 姐姐的人生就这么结束了吗 你这么问 他也没法回答呀 既然已经决定了 我们就全力支持他吧 放心 我们会为部族的重建献出全部的力量 我们都在为了纳塔的未来努力 只是所在的时间不一样罢了 妈妈说得对 我们肯定是最支持你的人 真是的 这种时候爸爸怎么不在呢 他应该不知道说什么吧 干脆就不来了 别管他了 别管他了 他就是这样的人 无论未来变成什么样 无论未来变成什么样 要记住 我们都爱你 我会去找你的 我没办法活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会想办法 总会有办法,能让我们在五百年后再见,我会找到这个答案 所以,不要忘了我呀 既然火神大人这么说,我会全力支持你 愿孩子们也能看到如此美丽的太阳 为了纳塔 我们不会孤军奋战 规则是我的遗产,也是足以对抗下一次灾恶的力量 战争铸造了六大部族,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战,如何去爱 究竟是谁会终结这一切呢 我们继承了记忆与传说 我们和太阳与风一同成长 我们铸造了命运与未来 这些都是纳塔的火,纳塔的血液 我们下留下机